大家好,我是天鳥 今天想要來介紹一下卡琳福多 卡琳福多是一台非常好甩尾,甩起來也很容易控制的車 而它的名字福多就是來自日文的飄移Drift的福多 這台車開起來很有趣 在這集中我想要帶著大家了解這台車的取得方式 真實車輛、車輛細節、改裝、加速急速性能和賽道表現 福多的取得方式是在路上找到開回家 這真的是太有運氣了 如果朋友有人開著福多在路上跑 可能會增加出現的機率 我找這台還是花了不少時間換了不少戰局才拿到的 似乎比較常出現在萊斯特成衣工廠、港口或巴頓的改車王附近 卡琳福多的真實車輛是Toyota的AE86 有看頭文字定義的試載車 動畫中的86是Toleno的三門版 除了這個版本還有燈不會動的Living 然後兩種又分別都有二門版的 GTA中的就是Living的二門版 可能是因為這台車有點久花了一段時間 都沒有辦法找到它的三式圖版本 所以只能這樣子給大家看照片做比較 我覺得GTA裡面的福多並不是跳燈的Toyota 有點可惜 我覺得像眼睛一樣打開比較可愛 比較喜歡 從動畫認識這台車的人 有些會因為車型 因為丁卡的小型旅行家才是86 那事實上小型旅行家是Honda的CRX 可惜小型旅行家是回國玩家專屬的 所以我沒有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福多的車輛細節 先發動一下 哇這台引擎聲真不錯欸 海洋三級聲音強度太短 似乎是GTA的通病了吧 福多整體看上去就是有點年紀的車了 前方的水箱護罩是橫條造型的 上面印有福多的字樣 它寫著GTA 所以泛黃的傳統燈泡 車頭燈更加強了老車的感覺 引擎視空蕩蕩這點 都跟真正的86一樣欸 而且 管路的配置也相當接近 有點可惜是我改了探險引擎 改了內部看起來卻還是金屬的 車側這邊印有 NA INLINE 20V RWD 然後還有一排小字 嗯 我只知道NA是自然進氣 RWD是後輪傳動 除外有人知道是什麼意思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再來到車尾 尾燈的部分也是使用傳統燈泡 打開行李箱蓋內部的空間 看起來蠻深也蠻寬的 好像蠻大的齁 可惜內部因為有受到後輪的影響 有稍微不平整 然後它的開口高度 我覺得它開口高度非常的高 因為它只有開行李箱蓋上面的關係 它的高度等於是到我的腰部 不過這台車主要是開好玩的嘛 翻卡 所以這方面就別太在意了 車內空間看起來不是很寬敞 我的頭跟膝蓋都快要頂到了 頭只加一點點 膝蓋是應該頂到了 駕駛座的前方又是一個簡單的方向盤 感覺還可以拔下來帶走的那一種 儀表板大圓的左邊顯示轉速 右邊同時顯示了公制和音制的時速 然後左邊燈號 燈號 稍微轉一下方向盤 左邊燈號由上而下是齒輪箱 然後ABS跟機油 然後下面的量表是 引擎彎彎機油溫度 然後右邊的燈號由上而下是 安全帶 電池 手煞車 燃料燈 然後在下面是油亮 我覺得這是我玩GTI這麼久以來 看到最清楚的一個儀表板了 沒有什麼神秘的重複 哇 雖然表沒有重複 冷氣孔倒是一堆 我們來數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我們這台車總共有9個冷氣出風口 在對著前座 真的真的非常多 說定是為了避免開車的人開得太熱血 熱暈了 所以要這麼多冷氣出風口 左邊冷氣出風口 下方是控制車燈的 就是大燈小燈跟遠燈 然後右邊的是雨刷 再往右看有個簡單的小小螢幕 那邊我猜是顯示時間之類的 但它現在就是有發動沒有亮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些顯示什麼 然後 冷氣出風口的下方可以調整冷氣的 像是車內 車外循環 風扇大小 還有溫度 還有 然後 再往下是看到點煙氣 然後 其實 然後其實在這個的下方 它還有幾個表 但是看了不是很清楚 我在駕駛桌上也是 根本看不到它 所以我不知道這幾個表 可以用來幹嘛 看完車輛細節 我們去看一下改裝的項目 它可以改前保險桿跟後保險桿 前保險桿 可以加上客製化的釘封液 或是加上這個拉力風格的 車燈 還有 復古的賽車套件 這個套件會讓車體側面 也變寬一點 那我用的是客製化的釘封液 後保險桿的部分 它 也是可以加上 客製化的保險桿 稍微長一點 甩尾型的就更長 然後再加上掛鉤 那我是用客製化的 排氣管原本是 單邊單出的排氣管 改裝之後可以換成鈦金屬 或者是 賽車的 兩個應該都是鈦金屬 但是賽車的會比較長一點 比較突出一點 然後還有這個很誇張的暴走足排氣管 整個向上翹的 水箱蓋 水箱蓋 原草水箱蓋上面就是會有幅多的字樣 那 可以把它移除掉 或是把整個水箱護罩都拆掉 引擎蓋 原本會有一個卡鈴的標誌在上面 它如果換成探鉗的話 就是 變這樣 那也可以有通風式的探鉗 車燈一樣是可以換成這個 HID的頭燈 但是 我覺得這款 車 我就想要它是原本的黃色 你用配置的話 一樣是可以自己選擇要配在哪個方向 我喜歡側面的 再來噴其它的主色調跟複色調就是分成上下 主色調是在上半部 我現在車體白色的這部分 我用的是冰晶白 那 複色調的話就是 在車體的下半部 黑色的部分 我用的是霧面的黑色 再來它也可以加裝反滾架 加裝反滾架和底盤升級之後 駕駛座就會變紅色的賽車椅 車頂的部分可以加裝車頂的 擾流板 我覺得有兩個擾流板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好 我覺得還蠻怪的 所以我就不要裝這個了 測取也是客製化的會稍微比原廠的再長一點點 再來是擾流板 它原本是這樣 黑色的 應該說是它是複色調的 純型擾流板 然後可以把它改成 主色調的 然後可以把它改成壓尾型的 稍微翹高一點 然後GT型的 再來是甩尾型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甩尾型的尾翼會特別高 到GT型尾翼為止下 力是越下面的越大 最後一個甩尾型尾翼 裝上去之後會比較容易甩尾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不是我的錯覺 懸吊系統我現在 是用街車級的懸吊系統 原來我平常這台車是拿來看好玩的 所以就是甩尾啊 玩一玩這樣 改裝跟之前兩台不太一樣 車輪它還蠻特別的 車輪類型 我是使用改裝車的車輪 跟它原本的車輪還蠻像的 原廠車輪就是 感覺像改裝車的車輪 在改裝車車輪裡面 有一個叫做藤圓的 我覺得很明顯就是在說 藤圓脫海的藤圓 這個輪圈它的外觀跟 實際上的A186 欸不是說實際上 應該說是漫畫裡面的A186 是整個非常非常像的 所以它叫成員 那另外一個長得很像 就是你如果不想要它那個 輪圈顏色這麼大的話 可以把旁邊改成金屬的顏色 就是它上面那個8號飛車 我覺得 車輪胎的造型 是最適合這台車的 有可能是因為受到漫畫影響的關係 再來就準備上賽道測試囉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我還滿意外的是 他的加速雖然慢 但極速卻勝過骷髏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4.5个我觉得真的有点远 我多测几遍都是这样 今天来做个赛道的测试 在这个测试中 我会在我自制的三条赛道 晴天跟雨天 尽可能用这台车跑出这家单圈 并发到说明栏中的Google Excel表 给大家查看 这个测试是建立在我的驾驶基础上 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人测都会有一样的结果 说实话我对福多的赛道表现一点都不期待 毕竟我不是拓海 没办法用这台车打败各式各样性能比较好的车 平常开福多都是开来玩飘移的 我认为它并不能适应赛道 好之前我降低车高 换了高档车跑车肌肉车配合车的轮胎 但没有一个比较好开的 没有一个比较稳的 所以呢 我还是用了藤原上场 甘地诚实中跑起来的感觉是 福多的车尾有点太灵活了 要稳住它很费身 不小心就会偏出去 还好很容易救回来 不会到完全失控 但如果救的不好 减速很多的话 还是会花掉不少时间 在我跑出成绩的那圈中 这种事情也发生了两次 所以我认为 这不是这台车的极限 但不算长飘移的我 没有办法把它逼到极限 时间是1分32秒 1分194比骷髅马 卖了5分608秒 实际城市中 车尾就更不稳了 再加上超级长的实际下车距离 有些蛙根本就是用滑过去的 好在是雨天减速会比较少 还有因为刹车距离长 过度减速的失误也比较容易发生 在这场中 我过度减速两次 打滑两次 时间是1分37.465 比骷髅马慢了6.276秒 我认为它还可以更快 隔1-2秒 但我开不出来 刹车跃 山道上胡托的側頸抑制並沒有像骷髏馬的那麼嚴重 完全沒有翻車的問題 但它的打滑還是無解 尤其是S型彎道需要快速的左右轉向 但這同時也是甩尾的啟動動作之一 我只能被迫減速到很慢才轉過去 這樣才可以避免車尾過度滑動拖慢速度 上次骷髏馬被我說很容易滑 但如果跟幅度比起來的話根本就是超穩 如果能完全用小角度追求速度的方式飄移跑的話 幅度的過外速度應該可以再稍微提高一點 我跑出來的時間是1分41秒.935 比骷髏馬慢了9.57秒 差距比起城市拉大了 一方面是因為骷髏馬的山路比城市還要強 另一方面是幅度的加速比較慢 太陽站可以拚勾牡 來到了這裡 我已經要抓狂了 反正就夠滑了 下雨更滑 根本不能穩住 要不就是開到超慢 跑了一個小時下來能安全跑完全程的根本沒有幾次 後輪打滑也讓加速性能又更低了點 果然拓還在雨天也能飆是個神話 太傷心了 時間是1分50.778 比骷髏馬慢了14.381秒 有一點值得注意 他也比自己的甘地山套慢了將近9秒 這個差距比甘地城市跟濕地城市來得大上不少 我不認為福多適合在雨天的山路上出賽 感覺任何一台性能比較差 這樣穩一點的跑車 說不定都能在雨天的山路上贏過福多 多不然人已經在雨天的山路上 如果您的雨天的山路上會建造 多什麼名可? 好 我換上越野胎 其他東西我都沒有動 沒有拉高色高 因為我覺得它原本就沒有說很低 第一次跑 我沒有很注意時間 我覺得開起來好順喔 比起小丑和骷髏馬好開太多了 打換一塊輕鬆的拉穩了 反正也要玩不住 乾脆飄贏過彎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 等跑完看一下時間 跑了4分鐘 我好開心 覺得好像跟之前差幾秒而已 另外 豬都意外的適合跑越野 我趕快打開排行榜看一下 立刻傻眼 整整慢了1分多鐘啊 回到賽道 我繼續努力了好久 縮小飄移角度 才好不容易縮短時間到 3分07.021 比小丑慢了20.187秒 雖然這已經是我原本預定出遍那天的隔天晚上 才跑出這個層級 沒辦法要不滑出賽道或撞牆實在是太難了 除了不滑出去難 在上坡的時候 後輪會持續的打滑倒 就是動力傳遞不完全 也讓它不可能在這種路面上有好的表現 最近可能是要不成功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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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四輪全部打爆在路上跑 它要比那個還要再穩一點 還是可以感受到動力 只要一轉彎,車尾就會開始打黃 只能開慢一點讓車子還保持在能夠控制的範圍內 時間是3分14秒.029 比小丑慢了7.354秒 我很意外縮短了 這個差距縮短了 而且跟自己的甘地越野比 也沒有像山路這麼大 我認為有可能是因為施地越野 本來就是在打滑中奔馳 擁有比較強大的修正能力的幅度 會稍微有利一點點 這個修正能力主要應該是類自於 它的前輪轉向角度比其他車子還要大 外面這張圖是我拿它跟扮影使者的對照 很明顯幅多的前輪轉向角度是比較大的 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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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輪轉向角度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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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